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虽然本土病例持续增加 不过今天桃园市长郑文灿开记者会说 因为很多的个案都是在居家隔离 或是在二采之后才确诊 所以这代表的是 其实我们社区当中 传染风险已经降到很低了 但是同样还是呼吁民众 疫苗要打好打满 口罩也要戴好戴满 另外就是台北市长之争 肯定是2022年底最重要的战役 传出蒋万安过年之后 就会来宣布参战 不过这个国民党的 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他非常担心 就怕黄珊珊如果出来 会瓜分掉国民党的选票 所以他昨天喊出了要蓝白河 但是不止被绿营这边的议员 王世坚亏说 这个国民党怎么这么没有骨气之外 人家民众党的柯文哲也不领情 黄珊珊更是怒呛 说不要成口舌之快 这看来2022选战 免不了是一场厮杀了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 好我们赶快先来介绍 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欢迎到的是 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孟桥好 大家平安 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 民进党立法委员刘兆豪 孟桥好 大家好 好 左手边我们邀请到的是 民进党台北新议员王敏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欢迎到的是 台北新议员你参选人陈胜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稍后还会有国民党新北新议员 叶元支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那我们现在赶快来关心的就是 本土疫情当中呢 昨天桃园有一位大南市场的菜饭确诊 感染源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找到 那现在整个市场收视三天 也展开全方位大规模的清销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现场最新的状况 消毒车辆通过 大南市场出现确诊菜饭 停业三天大消毒 桃园市长郑文灿一早防疫会议结束后 就来这里了解状况 是不是我们要定要一个裁剪站 尽管市府安排了临时裁剪站 地方依然希望裁剪确实到位 案18119大南市场菜饭 市区医院陪病时裁剪确诊 感染途径无法确定 只好扩大匡列希望找出潜在病例 但郑文灿认为桃园疫情基本上还在掌握中 面对幼儿确诊 他也祭出桃园辖内幼儿园防疫五大措施 入园离园中午都要量体温 才固定座位停止跨班跨园 用餐使用隔板 室内保持通风 幼儿专用车固定座位量体温 环境也要每天清洁三次 至于新竹也针对三校大筛检 失身总共五千五百七十一人 全数阴性 另外淘机感染案案17928 淘机防疫人员 以及案18020 家住基隆的防疫车司机 接触者或第一线人员 目前都没在新增确诊 至于机场落地PCR才放行20号再扩大 除了长程航班再加上南亚东南亚 预估单日筛检的航班将来到17班 上午五个航班落地 222名旅客已经有八人确诊 阳性率3.6%比先前降低 但希望机场第一关就好好守住 我们看到为了要全力防堵病毒于境外 机市指挥中心从政1月10号开始 只要是搭乘长程航班回来到台湾的 通通都要做落地裁检 那今天开始又再加研了 从今天开始呢 针对南亚东南亚回来的这个旅客 也通通都要接受落地的筛检 那我们看到其实本土的疫情 这两周这样加一加 其实已经超过了100例 针对到底我们是不是要从二级 往上升升到三级 还是说我们真的要有一点心理准备 来跟病毒共存呢 我们看到的是今天自由时报的这个平面媒体有一篇报道 里面讲到说其实民进党昨天开会有公布了一份内部所做的民调 其实民众的反应到底我们台湾需不需要往上升 再重回过去的三级警戒呢 其实是有56%的民众是持反对的意见 那赞成的部分是有三成七 那如果问到民众说有没有心理准备可以来跟病毒共存呢 其实有五成七的民众是接受的 但是呢同样还是有三成四的民众 是支持指挥中心继续的来维持清零这样子的方向 民进党做了这份民调 我要先请教一下我们的赵豪委员 因为这个是不是也某种程度反映了一些民生上面的需求 如果现在真的继续升三级 哇这个年可能真的很难过了 我想当然我们面对疫情有几个不同思考思考的思维 这个方向 当然现在会有人讲说我们要因为在疫情看起来 Omicron它的传播力比之前的病毒还快 所以说希望说有人认为说要维持三级 但是我们现在的状况跟去年的状况 台湾是不一样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已经施打完两剂的人数是 百分之六十几 是远远跟去年比起来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覆盖率蛮高 对覆盖率去年我们是连我们疫苗 那个时候是比较因为国际上的疫情 国际上的疫苗都缺乏 所以我们整体的施打疫苗的状况 是跟现在来讲是落差是蛮大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施打两剂的覆盖率是高的 那第二个现在当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不过现在看国际上看起来我们他的整体 整体上是当然传播率高 但是他的重症率比较低 所以所以觉得就是说那我们当然就是心理上也要谨慎 但是也不需要太过度的这样的恐慌 所以我们该做的比如说该戴好口罩等等我们都做好之后 我们也应该要去避免说我们因为过度的 这样的紧张之后 委员我们稍后再继续 因为现在防疫观念是不是要微调 我们也赶快来看指挥中心正在召开的记者会 网毕政王执行长他现在也是讨击这部分的前进指挥 所的指挥官 那另外还出席的还有我们社区防治组的 庄人祥副组长医疗应变组的罗亦军副组长 以及经济部商业师郑碧云甄专门委员 那首先我们还是先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说明 我们目前的疫情以及我们相关的一些作为 好 各位记者女士 先生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报告 今天就确定病例 那有本土的病例13位 那没有死亡的个案 那境外移入24例 那在本土的个案里面 有在从西堤 西堤餐厅里面 衍生的 有两例 有四例 有两例18 136 18 137 这两位是1月9号 在西堤用餐的客人 那现在已经在居家隔离中 那目前一位没有症状 那一位有 前天 前几天有咳嗽的一个症状 那不过他们是在 虽然是在居隔 可是在居隔进去之后 采 采检是阳性 所以并没有那个前采堤的一个情况 那直接采就是阳性 那第二位是从这个17903 17903所延伸的 两位家人 她的公公跟婆婆 18 152 18 153 这两位是采阳性 不过这两位对社区的影响就相对的 很小 因为他们是 居隔时候就采堤 那然后在居隔之间采阳 那另外新增的一条 现在目前还不清楚 的一条线 就18 135 18154 那18135她在 一个在相关的科技厂上班 那18154是她的妈妈 那另外比较特别的就是18 119 昨天跟大家报告的 在大能市场的一个个案 那不过呢 她原检体 我们在敷衍原检体是阴性 然后再采 二采也是阴性 所以我们把18119排除 这个18119就变成是空耗 我们就排除这个案子 那另外有两个新的案例 有三 这边这张图上有三个新的案例 一个是从歌友会 在歌友会 所延伸出来的 我们知道17368 她在歌友会 那本身也是一位 健身车的司机 然后那时候有在了 这个18138 18139 兄弟 妈妈是一位洗肾的病人 她有载送她们 那这两位呢 当然就是在医院里面 隔 这隔离的 那也是一彩阴 那现在是阴转阳 那相对判断也对社区的影响 比较是没有 然后另外在大家的左下角里面 就一位是18151 她是机场的保全 大家记得机场的保全 一开始案是17371 她有一位同住的舍友 那也是机场的 保全 所以在那时候就已经居家隔离了 就在集中检疫所来隔离 然后现在是隔离期满 隔离期满 那检验是阳性 那就可能到医院里面去 所以在今天这几个个案 那还有一位 大家也知道是在 在亚东医院 在亚东医院 我们现在是密切 在继续在追踪 不过在医院里面 并没有查到任何阳性的个案 那倒是原来她的长子 是阳性 然后现在她赤子 又验出来是阳性 那她相对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 长子 就跟她爸爸都一起 到一起就在医院就隔离 起来 所以那 然后赤子也是一样是隔离中 所以第一次踩的时候 她是阴性 然后现在也转阳 转阳性 所以这个指标 个案17967目前是她家庭的亲密接触者 是阳性 当然17967需要继续在追追踪 不过新增这个案子相对的威胁 就比较小 另外这是一例相关的从这个18155 这三个 父子母 这里面 大概是小孩子 她因为去看病 有相关的一个症状 然后被验出来 是阳性 那不过回头再去追她的父母 那两个也都阳性了 那父亲本身 他的工作 跟高雄港 的工作是有相关 那高雄市现在卫生局 也积极开始医调 那好像父亲也有到北部的一个足迹在 那这两方面我们都会积极去调查 好 那这今天的一个相关的个案 跟大家来做报告 里面大概这个 应该是说在需要再注意的 是这个指标个案18155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18135 这两个应该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一个情形 那其他相对的 都是在社区的影响相对的比较小 但1月9号1813618137 那也要需要持续的观察 那另外我们关于有关于这个机场 现在机场的部分 那我们是不是请这个 王執行长跟大家报告一下 有关陶基的部分 那机场前进指挥所这边报告一下 这个最新的状况 那么陶基新增一位确诊者 就是刚刚有讲过的是 18151 这这个case 那他本身就是一个保全人员 但是他是之前前岸有一个17371 就第一位确诊的这个机场保全 他们两个是一起住的 那他在那个时间就被居隔了 那已经起满14天起满之后 裁检阳性 CT值是36.4 所以评估对这个机场的影响是比较 是很小的 那第二个部分是因应18020的这个 陶基防疫计程车司机的这个确诊 那么昨天防疫计程车车队的驾驶 那总共733人做PCR全部都是阴性 那么另外今天路径航班落地检验 从今天开始扩大实施到东南亚还有南亚的 航线 那么今天应该会执行17个航班的检验 那么这个1月20号上午 我们执行的就是今天上午执行的6班 那检验了239个人 其中有9个人阳性 阳性率是3.77 那累计实施到昨天的话是 一共实施了9天 那检验了4274人 其中有262人阳性 那阳性率是6.13% 那 1月19号的这个 整天 那他是检验了340个人 那有15个人阳性 阳性率是4.41% 以上 好 谢谢 那有关于在中研院 中研院部分 那整体的话这个整体的检验已经完成 那我们给中研院就是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34条 第619条的规定 那以最高的罚还新台币15万元 那也请中研院在收打这样的一个 裁判 裁处书次日期一个月内 依调查报告之建议事项完成改善 那基本上我们也简直到经过这段时间 中研院其实对这些相关的事项 已经都完成了相关的一个改善的工作 不过我们也希望他们在旧裁发书里面 裁处书里面所要求的再次检视 有没有做完全来 另外在数位 数位新冠病毒的健康证明 我们在1月20日21号起 上午8时开放 国内来使用 可以请大家来做登记 那详细的情况 是不是请庞处长 跟大家说说明 大家好 这个部分由我来为大家来说明 从明天上午8点开始 我们会开放三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 只要在国内接种的 人都可以来下载 那原来是有 要用护照号码来申请 那现在不需要 用护照号码 可是还是有各自的考虑 所以用护号取代 取代护照号码 那第二个重点是我们要查验这个 因为是国内使用 需要查验这个 这个这个护照 数位证明的话 有需要认证的程式 所以我们也开放 各界可以下载这个认证的程式 那这个认证的程式可以除了查我国的数位证明之外 可以查60国的数位证明 这是第二个开放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开放是 有部分单位有做这个具有实名制的APP 那我们有开放一个接接程式 他可以来 跟我们来直接透过这个接接程式 民众可以透过这个APP取得他个人的数位证明 所以这次有上个重点 那关于民众下载的部分 由这个户号取代护照号码 那今天所呈现的 这个QR Code和前往的网站 其实说跟原来的方式 是一样的 那差异只在差在说 原来是用 户照号码 那现在我们用户口名簿的 户号来 户口名簿的户号来取代 所以进去这个 进去这个 网站之后 他会让你选是国人还是外来人口 那国人的话是用身份号码 户口号 加户号 或是用FIDO 或是在有读卡机的情况之下 用自然能评证 我就是可以直接直接进入来选项 那进入选项之后 就可以往下去挑选 你是要下载你自己的那个 疫苗 疫苗接种证明 还是PCR的 PCR的检验证明 那取得之后也一样 记得要 要储存 然后也可以拿这个相关的码去超商 去列印 或是用自己的这个印表机 列印 或是装在手机上 都可以来做实用 那现在呈现的这个 这个QR QR Code 现在画面上这个QR Code 是现在的 那一样同样这个QR Code 这个下午 今天下午5点 会关闭 因为我们要做跟版 到明天早上 8点会正式开放 所以有急着 需要赶出国赶飞机 急着要下载的 的民众 麻烦请在今天下午5点之前 千万网站 网站去下载 那如果你没那么急的话 就等到明天8点 因为明天8点之后就可以 用户号 刚刚讲 他的识别方式用身份证号码 健保卡号 户号 或是用自然领评证 FIDO等 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所以他方式是 好 我们听到的是 今天台湾的本土病例 是新增13例 那大部分都是在这个 居隔期间确诊的 所以对于社区的风险影响 这是属于比较低的 那还有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始 原本大家还在讨论说很担心 因为昨天桃园新增了一名 大南市场的菜饭确诊 好 疫调半天完全找不到源头 看到这样感染源不明的情形 大家真的好欢乐 不过好在刚才阿中部长有解释 说这个检体又拿去复验 复验之后的最新结果 确定是阴性的 好 所以现在住在大南市场附近的 这些桃园的居民 真的可以松一口气了 好 那我们赶快来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我们要继续来追的就是 宜兰县府现在卷入的土地开发遗云 好 昨天前代理县长 陈经德在上火线爆料 他质疑说这个林姿庙他的亲家 亲友团涉嫌用这种假交易的方式来炒地 那今天宜兰县政府也有最新的说明 我们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看 开 带 压 密